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北京时间4月25日 联盟有多则消息 值得关注 篮网方面 明天球队将在主场坐镇迎战太阳 记者马克斯坦报道了篮网队的伤病情况 杜兰特左大腿挫伤 泰勒约翰逊膝盖有伤 这两名球员出战的概率是75% 哈登因为右腿腿经伤势 将继续缺席比赛 A约翰逊和克拉克斯顿正在被隔离 齐奥萨和丁威迪 预计常规赛都不会出战 太阳方面 名记Sam Amick发文透露了保罗去年交易的一些细节 保罗是交易的推动者 雷霆愿意将保罗送到他想去的地方 因此雷霆得到的回报是有所减少的 就像雷霆愿意宋威少去火箭一样 雷霆给了保罗一样的待遇 雷霆送出保罗 得到的筹码有卢比奥 乌布雷 杰罗姆 贾伦来克和多个未来首轮选秀权 接下来 联盟还有几则消息 值得关注 姚明恩人将离队火箭官方宣布 他们的CEO泰德布朗已经宣布辞职 在本赛季结束后 他将离开火箭队 2002年 泰德被火箭前任老板亚历山大聘为球队副总裁 在06年的时候 他升任球队CEO一职 在火箭队 布朗主要管理的是球队的商业层面 也一直参与球队的篮球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 布朗几乎和姚明在同一时间加盟火箭队 姚明曾表示 布朗是他的良师义友 布朗曾给姚明带来很多帮助 布朗和很多效力过火箭的球员关系都很不错 哈登就表示布朗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父亲一般的角色 本赛季 在哈登交易离队之后 火箭正式确认摆烂 而且总经理思通公开表示 球队战绩越烂越好 与此同时 这也是布朗上任以后 火箭队第一次摆烂 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 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赛季 不过 布朗表示 辞职只是他自己的一个自私决定 和球队 以及球队老板费尔蒂塔 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顶级前锋 拒绝加盟NCAA 据美季查拉尼亚报道 中国顶级年轻前锋 曾凡博将不会 为刚萨加大学效力 曾凡博拒绝加盟NCAA联赛 他将加入NBA发展联盟球队点燃队 目前 曾凡博已经签约经纪公司 而NCAA联赛的要求就是 球员不能签约经纪人 曾凡博2017年就作为首钢除鹰计划的一员 前往美国打球 在2017至20年 他被评为四星高中生 据美季查拉尼亚报道 曾凡博将有资格参加2022年的NBA选秀 曾凡博在去年秋天承诺 加盟钢萨加大学 不过这所大学的 助理教练汤米劳埃德 被亚利桑那大学挖走 担任主教练 PS 劳埃德教练 是曾凡博的招募教练 曾凡博将加入点燃计划 这个计划 在上赛季首次出现在NBA发展联盟 这支球队 在去年签下了多名顶级高中生 其中的两名球员 杰伦·德林和库明嘉 都是今年选秀中的潜在潜舞 此外 点燃队 对曾凡博做出了承诺 将全力保障 曾凡博的技术 力量训练 目标就是球队 在发展联盟中取得好成绩 以及帮助曾凡博 在NBA选秀大会上被选中 詹姆斯即将付出今天 胡人客场将对阵独行侠 以SPN记者爆料 戴维斯的出场时间将延长至25分钟 在播客节目中 明记还报道了詹姆斯的伤病情况 他表示 詹姆斯即将回归 戴维斯的出场也会增加 勒布朗最快下周就可以回归 在詹姆斯和戴维斯缺席期间 胡人球迷十分煎熬 好在球队并没有输掉太多比赛 他们顽强地将战绩保持在西部前五 这也让詹姆斯和戴维斯可以安心养伤 戴维斯已经回归 詹姆斯回归之后 胡人将确保他们的战绩保持在前六 这样胡人队就不用参加季后赛附加赛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